经常把这王爷的滚龙服脱了 换上这个长服便装 然后呢 去窑子玩去 书馆开书啊 今儿说谁 这乾隆皇帝啊 大的小小一共啊 有17个儿子 这大儿子跟小儿子之间呢 足足差了38岁 今儿啊 咱就不说别人了 咱们就说说这乾隆皇帝的大儿子 和他的老儿子 咱们再讲这个孝贤皇后那班上啊 这个长子永皇咱们就聊过了 虽然聊得不深 但是大家对永皇的基本状况啊 都应该有些了解了 亲听咱们说的好朋友 您可别误会 这永皇啊 可不是这个孝贤皇后所生 但是啊 这永皇的妈妈呀 可和这个孝贤皇后啊 都是一个姓 他们呀 都是满洲人 都是复查士 可是啊 他同姓各宗 这孝贤皇后啊 是杀季复查士 而这个永皇的妈妈 哲敏皇贵妃呢 是嘎哈里复查士 这杀季复查士啊 算是贵族 这嘎哈里复查士啊 这身份地位 可比人家呀 就差上一块了 这无论是这个孝贤皇后 还是哲敏皇贵妃 那都是这乾隆皇帝的 乾底旧人 也就是说呀 在雍正年的时候 这两个人呢 就陪伴在这个乾隆皇帝 啊 对了 当时啊 还是这个宝亲王的身边 要说起来啊 这个哲敏皇贵妃 比这个孝贤皇后啊 资历还要老一些 这个孝贤皇后呢 是雍正五年的时候 才和这个宝亲王 红历大婚 而这个哲敏皇贵妃啊 应该是在这之前 已然是黄四子 红历身边的侍妾了 到了这个雍正六年 五月二十八日的时候啊 给这个黄四子红历 生下这个第一个儿子的 还真不是啊 这位嫡夫君复查士 而是啊 这位侍妾格格复查士 也就是后来的 哲敏皇贵妃 生下来的自然就是 这位皇长子永皇 这永皇的名字呀 要让我说呀 他生下来 哎 这爷爷 也就是雍正皇帝 给取下这个名字呀 就没打算让他以后啊 继承大统 因为这名字呀 听着呀 就是霍西尼的意思 这皇嘛 虽然呢 他是玉子边 哎 他占了个贵气 但是这个皇这件器物 他无非也就是在 祖配当中 起到一个左右平衡的作用 可是永皇啊 他坏就坏在 这个左右平衡这件事情上 他没做好 没给这个弟弟呀 起到一个好的带头作用 所以说 这乾隆皇帝 才把这永皇 从这个储位竞争的大赛当中 淘汰了 那这永皇到底犯了什么 实恶不赦的罪呢 要让我说呀 这错啊 他大概不在永皇 主要是这乾隆皇帝呢 因为孝贤皇后突然崩市 所以说呀 他失心疯了 没份下去呀 没事找事 这乾隆十三年的时候啊 这孝贤皇后突然崩市 这会儿的皇长子永皇啊 身上已然坚持差事了 这乾隆皇帝竟然说呀 这永皇啊 在这个孝贤皇后 也就是永皇的嫡母 大桑期间呢 不够孝道 就说呀 这种孩子 他永远也不能继承我的大同 那么这永皇到底怎么着 他有伪的孝道呢 我要说出来呀 还别说我了 您听了 鼻子都得气歪了 就只是因为这皇长子永皇 到点上班 到点下班 兢兢业业的工作 所以呀 这乾隆皇帝呀 才说他不够悲痛 是不够孝道 那要是依着乾隆皇帝的意思 就得说呀 这永皇啊 应该哭得俗气活来 什么都忘了 什么都做不了才对 当然了 这永皇啊 要是真哭成那样啊 也不算错 我想呢 这大阿哥之所以没那么做呀 完全有可能是错理会了 皇上爸爸的意思 嗯 他可能啊 把这个话悲痛为力量 这句话呀 理解的过深了 也不知道这位大哥 是因为听了爸爸身世的话呀 吓着了 还是啊 这身体不济呀 真病倒了 总之啊 在乾隆十五年 三月十五日的时候 这永皇啊 就空事了 这人一死了啊 可就看出这当亲爹的 有多难过来了 咱们从乾隆皇帝 给这个永皇写的 道王诗上啊 咱们就能体会得到 其中的一首啊 有这么两句 早知今日武丧辱 严训何须妄辱成 这乾隆皇帝呀 他呀 不说自己呀 发邪火 没事找事 他说呀 是管的这个永皇啊 太严厉了 这个要知道儿子你呀 这身体这么不好 我呢 干脆呀 就少说你两句 对你呀 就别有那么大的期望 让你呢 快快乐乐的生活 也就完了 您瞧 这不是马后炮吗 这个 不过这乾隆皇帝呀 这马后炮啊 不管是念个大王诗的虚的 这乾隆皇帝呀 对这个永皇 留下的两位皇孙 那是非常的好 不过呢 今天这班啊 咱们只讲到永皇 这两位皇孙呢 咱们暂时就不讲了 或者是呢 留到咱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 要不接啊 等到咱们开王爷篇的时候 一定细细的八尺 咱们简单的几句呀 聊完了这皇长子永皇 咱们该说说呀 这乾隆皇帝的老小了 也就是这皇十七子 嘉庆皇帝 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永林 要说呀 在皇家呀 那有这么一句俗话 叫做无情最是帝王家 尤其呀 是这亲兄弟 这皇帝呀 要是立四皇帝的话 那么呢 通常啊 都会考虑到他的母亲 这两位皇子二个呀 要是都是一位母亲所出 那么既然能立你嘛 那也能立我 您看啊 有很多在皇朝啊 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呀 打起来的时候倒少 争得头破血流的 往往就是这亲兄弟 哎 您就比如说这乾隆皇帝的爹 雍正皇帝最大的 这个政治竞争对手 您科比以为 是那个八个印四 实际上就是雍正皇帝的 同父同母的亲兄弟 那位十四爷 也就是那个大将军王印提 要我说呀 这乾隆皇帝的老时期 永林呢 在这件事情上做的呀 就是相当的不错 足能显出啊 这位二个的睿智来 这永林呢 他明白这呢 乾隆三十八年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秘密立储 虽然呢 举行了仪式 但是谁也没人知道 这乾隆皇帝到底 把这个谁的名字 藏到了乾清宫 正大光明点的后头 可是这会儿 这十七爷永林才多大呀 这位永林啊 那一年满满灯灯 算虚岁才八岁 带着他长到能明白事儿的年纪 他心里早就清楚了 那份密照上啊 心哪位哥哥都有可能 唯独不可能的就是我 这立密照的时候啊 这年纪太小 皇上凭什么立我呀 所以说这肖间脑袋 往上钻呢 还不如做一个太平王爷 了却一生 有的时候啊 那这帮皇子阿哥们 一同聊天的时候 就互相感叹道啊 说也不知道啊 说哪位阿哥 以后啊 能登大宝 继承大统 每到这个时候啊 这老兄的永林呢 他就说了 哎 不管哪位哥哥呀 继承大统 那我都会呀 这用心的福宝 即便这皇位呀 像天上的雨滴一样的多 也不会啊 落到我的头上 说到此处啊 这老时期就会站起身来呀 冲着那位哥哥 做一个罗圈衣 然后说呀 说我呀 平生就只有一个愿望 您看那个和生和大人 那个宅子了吗 哎 那位哥哥要是当了皇帝 还希望啊 把那水宅子呀 干脆就赐给兄弟我 我就喜欢和生那个宅子 哎 这嘉庆皇帝登基以后啊 还就真把这个和生呢 绞杀了 然后啊 把这所宅子 送给了他的兄弟 当时啊 已经被进封为 惠郡王的永林 哎 这会儿您别纳闷 这个永林呢 庆郡王的封号 是后改的 那么真是这样吗 哎 这个故事啊 一听漏洞就太多 首先说啊 国无二主 天无二至 这个皇位呀 怎么会像天上的雨点 那么多呢 这句话说出来呀 就是大不敬 再者了 这乾隆皇帝活着的时候 那和生和的人 那可是大红人 就是这乾隆皇帝 做了太上皇 这嘉庆皇帝 已然登基了 嘉庆皇帝呀 有什么闹不明白的 还得呀 向这和的人的台前请教呢 作为一个普通皇子 哎呦 您就想要这和的人的宅子啊 话又说回来了 这和的人的宅子 那可不叫和府 那叫和朔公主府 这和的人的这个儿媳妇啊 那可是你永林的清姑姑 当朝的长公主 这话要是轻易的说出来呀 虽然说这大清国 没有杀您这皇子的刀 可是啊到宗人府挨顿板子 圈进个两三年 那玩似的 所以说呀 这故事啊 听着挺和谣性的 实际上啊 他不太铁谱 不过呢 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相信的 在这个嘉庆皇帝登基的路上啊 这十七爷永林 他的亲兄弟 那完全不是一块绊脚石 这话又说回来了 这位十七爷的人性 到底是如何呢 哎这一点呢 有说好的呀 他有说不好的 这说好的呢 就是这嘉庆皇帝 不过让我看来 这些话说的都挺虚 为什么呢 因为这呀 是在这个永林弥留之际 这嘉庆皇帝才说的 这兄弟呀都要死了 能不给两句好话填后填后吗 并且呀 说完了这些话之后 这嘉庆皇帝 还给自己这位兄弟呀 王爵上啊 生了一格 这庆郡王改成庆亲王了 这嘉庆皇帝说呀 欲内阁 镇帝庆郡永林 幼年时啊 成盟皇考 高宗淳皇帝 钟爱 每逢寻省 必蒙皇考同镇 及成亲王随复 供和恩辞音 一年又读书 自信烧赐 其设意味甚贤习 仍要眷爱 封为贝勒 朕亲政以后啊 封为郡王 因其才智中平 一位令管领事务 至今二十余年 府帝悠闲 安分守己 谨慎小心 慎属可嘉 今春患病 庆郡王永林 着家安进封为庆亲王 亲此 听着呀 倒是这嘉庆皇帝呀 表扬这个永林呢 这一辈子平平和和 安安本本 实则呢 我怎么觉着 这嘉庆皇帝 有点说这个永林呢 庸庸碌碌的意思 但是总之啊 这个预旨的前半部分啊 还说这个永林呢 是比较招这个爸爸待见的 可是啊 这实际情况又是什么呢 孝庭叙录 这可是一位王爷写的书 真实性和可靠性啊 还是有的 这上面说呀 庆喜亲王会永林 淳皇帝第十七子也 不慎读书 喜音乐好游戏 少时尝微服出游 兼为侠相之乐 这句话坏了 什么叫做 微服出游 兼为侠相之乐呀 就是啊 经常把这王爷的滚龙服脱了 哎 换上这个长服便装 然后呢 去窑子玩去 故而淳皇帝 深恶之 这上面说呀 这永林 因为这个生活不减点 所以呀 乾隆皇帝非常讨厌他 哎 要是这么看来呀 这十七爷庆王爷呀 还真是有不招爸爸带进的地儿 所以呀 他与这皇位呀 算是也没什么大关系了 您可别以为呀 这十七爷 他就是乾隆皇帝 唯一荒唐的儿子 明儿我给您要讲的皇子啊 还更有意思呢 这西藏来的大活佛 班禅喇嘛呀 听说他要来觐见呢 一个劲的拨了脑袋 说可别让他来 我呀不想见他 得嘞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明天呀 还有精彩的段子 等着咱们聊的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留言区呀 咱们也互动互动 沟通沟通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呀明儿见 咱们呀 咱们呀 咱们 societ